男朋友不能不知道的鸡腿的正确吃法 今天的料汁他可喜欢了 使用快乐水打的地牢 配方我放在屏幕上了 煎鸡腿的时候要记住皮面向下新鲜 煎到金黄酥脆的方面 切成干号可以一口吃掉的大小 撒上辣椒面翻炒均匀 倒入调好的料汁先闷一会儿 对象突然想吃石榴 可不是要你一整个丢给它 这样切开掰开 石榴更好地拖出来 放进冰箱里面冰过之后口感更好 鸡腿已经完全入味了 可以让点水淀粉勾芡一下 料汁一点都不要浪费哦 饭饭味道特别好 大口吃肉大口吃饭 这也太满足了 快做给亲爱的人吃吧